這個中央的二二八紀念堆守的電禮 今年是射到嘉義官的紀行 總統創英文 行政議長丹建仁 都告訴大家受難者第一 這也是創總統努寅進場 最後一次參加到二二八的堆守 創總統是由國安黨委依開放的態度 跟黨案來改立 讓人最能進一步來釐清促進到專行政議 如果前總統如果請到 是回去台南參加紀念活動 他說就任總統之後 將會推動到三大堆庭 第一來團結到國家人民 第二至少檢討調查二二百四驚 第三為受難者來病患 今天起立部隊憲慧地是三兆共紀念 在二八四驚受難者 六年前 最後一次參加紀念活動 總統創英文又一次強調 任台隊二二八的中心 五十八年 我們系統性的推動的轉型正義合動 政治檔案也是歷史真相的重要的一塊拼圖 我要請我們的國安團隊開放的態度 完整的解密 公開更多的政治檔案 它還有十歲 ром жест Vanguard changes 禮év forb solutions 不同的公社 第二彈 總統和委員們在審訝 不管再審訝還沒有 今天準備一個選擇的人 致… 对老大叔也说到美台会继续出进专行政计 不让过期相反继续缭乱台湾社会 若千丁答应重任后的推动三大港亭 包括坚定团队国家含近平 继续减突丢杂日日白日习惊 也推动受人家变化的工作 未来政府是一个开放的政府 所有对尊重的调杂 会一一公布给社会 透过多少尊重发贵五回 也会记得过期的纠纷 让作成社会分的的比较 美国在电影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in a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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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